7月22日,曾志伟和李敏聪一连八场的动弓笑终于进行到了围场 幽默的对话和精彩的表演让台下的掌声不时响起 你最好能忌,因为街角不能让你插票最有点 故事令你笑到眼泪水都变,共吼笑 好了,在这里要多谢各位你们,这些朋友啊 没错,来上去 小心 有很多人啊 各位,今天是做一场,我多谢大家的光临 你介绍,好东西给你 哈喽 为离婚报道一直骚扰的林敏聪透露 曾志伟曾经建议自己在演唱会上向大家解释一下自己的婚姻状况 曾志伟跟我说,你到人家在演唱会上跟大家说我要结婚什么 你不如来一个在这个上跟大家说因为我要离婚也未尝不可 非常特别啊,人家就是开开心境点结婚 他就是,哎,也不是不开心啊,反正要讲 我说因为离就离了,干嘛要那些新闻件再拆 谈到梁朝伟和刘嘉玲的婚事,曾志伟说嘉玲为了体谅远道而来采访的媒体们 除了婚礼现场都没有拒绝记者们的拍摄,这一点做得非常的好 其实呢,嘉玲可以体验到大家那么辛苦,到了那么远的地方 也是为了采访,所以放了他们进去 只有在这个结婚的场地,没有让他们进去做太大的骚扰 其他的肌肤都能够让他们去拍,所以非常好 我觉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